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跟我是这样打招呼的 说 丁老师 你的声音真好听 丁老师 你的声音好有磁性 我会微笑着回应他 我说 谢谢 这是我应该做的 然后大家相处的时间 久了一点以后呢 这样的问候 有了一个升级版 会有一些朋友说 丁老师好羡慕你啊 我说 为什么呢 他说 您有一副好嗓子 吃穿不愁 还有更高的版本 说 丁老师 您这个工作 真是爹妈给饭吃啊 或者说 这是老天爷赏饭吃 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们 后来我自己 才想明白这件事情 确实我从事的工作 对人的先天条件 对人的这个 生理构造 有一定的要求 比如说 我们的发音器官 它的物理性质 声带的宽厚 长短 可能会对你的音色 带来一些决定性的影响 打一个 恰当的比方 由于足够的幸运 上天给了我们一件 我们可以随身携带的乐器 但是我们 付出我们终生的努力 来学会 怎么为您 弹奏好它 我想再精美的乐器 再精美的钢琴 如果没有一位钢琴家 走进他 为你演奏的话 他也不会为你奉上 美妙的乐曲 这样反观过来 之前的问候 好像就有些无理了 你能想象 你走进一位钢琴家 然后夸奖他 说 哎哟 您这个钢琴 声音真好 您这个钢琴 真高级 这解决了 其实不光是我 有我很多同行的问题 因为我们 从事这个工作 这么多年 我们 所有的纠结的实践 所有刻苦的创作 辩访名师 向同行们请教 也不忘吸取 晚辈们的先进经验 终于 能为大家奉上 这些声音作品 我想 这是一个合理 恰当的解释吧 来和大家交流呢 经常会被大家 问到这样一个问题 说丁老师 我对自己的音色 非常的不自信 我该怎么办 怎么改变我的音色呢 比如说 我是一个女孩子 我的声音有点粗 不具备女性的柔美 或者说 我是一个男孩 但是我声音 比较尖 比较细 听起来不像一个 听起来不够man 我该怎么去改变 我的音色呢 我用一句广告语 回答他 我说 不必纠结 你本来就很美 因为 谢谢 因为我们如果把 一万小时定律 就是在某一个领域 你坚持一万个小时的实践 就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你如果把这条定律 使用到你 对自己音色的使用当中去 我们每一位 都是使用自己音色的专家 在位都是年轻的朋友 十几年来 年长一些的朋友 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都在用 我们自己的音色 来表达我们的喜怒哀乐 我们用它 来说恋爱时候的甜言蜜语 用它来和人争吵 用它来歇斯底里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使用自己音色的专家 相反的 如果舍本逐墨 我们放弃提高自己的表达 和抒发 而是说 我把嗓子憋一点 我的发音靠后一点 我是不是更有男性魅力的 我觉得 我在场上 或许是比较年长的选手 我是不是说话靠前一点 轻松一点 能显得我着急蓬勃一些呢 当然我是一位职业选手 可能很多人这样做的时候 会分散你表达 或者抒发的经历 本来你百分之百的 要告诉别人一件事情 百分之百的 要抒发人自己的情感 可是你说 不行 我音色不太好 我要更柔美 我要更浑厚 可能这就会分散你的精力 你本来可以百分之百地表达 百分之百地抒发 可能你最后只剩下 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七十 或者是更少 这反而会影响你的表达 其实有很鲜活的例子 大家都听过一些 曲艺人士 比如说 评书艺术家们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他的音色 非常的晦涩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但是这位评书艺术家 他的所有的演绎的声音作品 语言作品一样 跌宕起伏 引人入胜 而且他的艺术生命相当长 所以大家不必担心自己的音色 你只要你需要做的是 怎样用自己的音色 更好地表达 更好地抒发 有很多可以通过 后天练习改善的地方 比如说土字归音 比如说语言的流畅度 颗粒感 标准度 这些都很好的提升 不要去徒劳地改变 你的生理状况 已经部分决定的那个部分 那只会分散你的精力 反而让你徒劳无益 我在2004年 成为湖南卫视的频道声音 在这个岗位上 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了 大家跟我打招呼的 第二种方式是 丁老师丁老师 我是听着您的声音长大的 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呀 但是转念一想 确实是这样 如果某位观众朋友 他从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习惯 收看湖南卫视的时候 同时听到我的声音 他现在已经是 为人父 为人母的年纪了 我觉得能 陪伴着一代观众 一块长大 这也是非常好 非常大的造化 大家为什么 对我熟悉 对我认可 并对我喜爱呢 有点厚脸皮啊 我想 最大的因素 还是因为 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我在湖南卫视 这样全中国 甚至世界级的 在亚洲 紧紧排在电视媒体中 紧紧排在CCTV之后的 这样优质的电视平台上 为大家服务 同时 这么多年 我想我没有辜负这份信念 从个人素质的角度上来说 很多同行 也很认可我和佩服我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配音员 他们的创作 只需要对某一个作品负责 哪怕是很长的一个专题片 十集 二十集 五十集 一百集 甚至更多 但是他只需要 对某一部作品负责 但是十四年来 其实前面还有四年的时间 我是在我们 电视相军的地面频道 担任专制的频道声音 十八年来 我一直都在为同一个 目标努力 在为同一个目标负责 那就是 我们湖南卫视的频道形象 说这个和其他的配音员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给我最大帮助的 是思考 还有角度 角度 我很多年前把它表述成 我可以想象有另外一个自己 在半空当中看着自己 这样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我处在我自己人生中的 哪一个阶段 或者说我和周遭的环境 在发生着什么样的反应 后来别人告诉我 说丁老师 这个哲学上有表述啊 你这种说法叫做上帝视角 我说哦 受教受教 上帝视角 湖南卫视 是一个什么样的频道 大家经常在里面 看到综艺节目 看到真人秀 但是究其本质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综合频道 综合电视频道 我们有快乐大本营 有天天向上 但是我们也有 湖南新闻联播 我们有变形记 有真正男子汉 我们经常还有拿到 中国新闻的最高奖项 中国新闻 中国新闻奖的一等奖 这就要求我们 就要求我工作的时候 对整个频道的 所有栏目的情感基调 有所把控 闹的时候不能太闹 正的时候 也要正得起来 他们说 大家可能觉得 这会非常抽象 什么叫做整体把控 恰巧我今天带来的例子 我们以刚刚结束的 这个歌手为例 大家会说 歌手 大家一想到 这是个什么节目 这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 歌唱类节目 目前是中国电视的 歌唱类节目当中 仪式感最强的 那么 他的宣传片配音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般会是这个样子的 新雄集结歌王之战 分组对战 谁来助阵方畅 一封对决 谁能温定歌王 星期五晚七点半 经典歌手歌王之战 一开始音频时给的有点小 这个宣传片呢 仪式感扑面而来 对 就是高举高打的典型 我和我的同事们 也都共事了十几年的时间了 都是一些老战友 老同事 我们现在 我觉得和他们的合作 为他们服务 分为三个档次 第一个档次呢 就是大家彼此都很熟悉 也非常信任了 然后我们台有 非常多的长寿的栏目 比如说天天向上 比如说快乐大本营 除非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要求 他们只要把文字部分 发给我就可以了 本周六晚八点二十 Vivo手机快乐大本营 只要给我文字就可以了 他们什么也不用管 他们很快 就可以通过邮件 受到他们满意的配音 第二种呢 可能是新栏目 新内容 或者是电视剧 宣传当中 有特殊要求的地方 我会尽量要求他们 用一个样片来跟我沟通 因为现在 这个网络的视频资源 对 就和大海一样丰富 找一个风格相近的 我们能够更好的沟通 因为之前有很多惨败的例子 对 有个同事找我配音的时候说 丁老师 您能不能给我一条酷一点的配音 酷 你说酷是什么呢 我理解的酷就是要冷峻一点 对 曲高喝寡 有点那个意思 高高在上 叫酷 就后来我配了一个曲高喝寡的给他 丁老师 不对啊 冷冰冰的 我说你不是要酷吗 就后来他告诉我 我说你还是找样片吧 因为每个人 文化层次 生活经历 道德感受都不一样 任何一个形容词 大家对他的方向 程度 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后来这个哥们要的酷的配音 是一条非常温暖的 祥和的 对 亲切的配音 我说你怎么能把这个 称之为酷呢 他说因为 我做的宣传片里头 这种风格是很少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酷 然后第三层次的配音 我觉得每次接到这样的配音任务 都觉得无上的光荣 就是我的同事们 已经把宣传片给做完了 甚至音乐也配好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配音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没有办法描述他们的需求 怎么办呢 他们会把片子先完成 交给我 说丁老师 您看着理解 看着配吧 对 我觉得重振在肩 但也无限荣耀 接下来就是这么一条片子 也是歌手总决赛的片子 这个动画师完成了以后 对哦 他也是学美术出身的 完成了以后 把片子全部完成 交给我 里头当 说后面会有一小段配音 丁老师您看着来吧 谢谢观看 这就是那条 我的同事对配音需求 觉得无法描述 束手无策的片子 大家来看看我怎么完成的 其实配音的内容非常少 更王之战 我后来把这条片子的完成 作为我所谓整体把控的一个经典的案例 对 当仪式感已经太多了 堆积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轻就是重 淡就是浓 留白就是强调 我总是心怀感恩的生活 因为我确实非常幸运 非常凑巧地 在兜兜转转之后 从事了自己最热爱的工作 但是热爱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 当你的热爱成为你的职业的时候 我们常用这个职业球员来打比方 你很爱好踢足球 大伙说 哥们踢球去 哎呀 我今天感冒了 不舒服 有点发烧 我在宿舍休息 好好好 那你休息吧 但是职业球员就不一样 你不舒服的时候 你一样要上场 这是你的工作 从业18年来 成为专职频道声音18年来 当中之前我做过 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主持人 做过电视主持人 做过优秀的新闻出镜记者 这18年来 我已经养成了三个习惯 第一个习惯 是一年365天 没有哪一天是完整地休息的 我经常说 我一年工作365天 润年工作366天 有些同学聚会 失散多年同学 比如说小学同学说 你大年30也要工作吗 我说对 没错 大年初一呢 我说对 我也要工作 这是第一 第二 我收入还算可以 但是从业这么多年以来 我从来没有出国去游玩放松过 因为我总觉得 可能会有不可控的状况 影响到我的工作 我一直在国内的大城市中间转悠 从来没去过什么人际罕至的漂亮的乡村旷野 没有去过 第三点呢 就是我感冒的病程不能够太长 所以我是一个长期的抗生素使用者 虽然经过系统的身体锻炼啊 各方面的注意啊 我现在很少感冒 但是一感冒 我一定是服用大量的抗生素 让自己尽快地康复 能够更好的工作 我觉得 这都是我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我心甘情愿 甘之若疑 我从事的只是一个小小的行业 小的行业 在此呢 也希望我的这个例子 能够激励到大家 我们一起去追寻 心中热爱 达到心中理想 无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